那天夜里我思念着告诉我宇宙真相的你 第四十篇小卡片 终于写好一个礼拜的小卡片 里面包含着我满满的心意 就好像陪着你一起去旅行 记得是在一个冬日的早晨 一起到图书馆的自修座位准备考试 才刚入座没多久 你脸上的表情似乎很得意 挂着一罐笑咪咪的招牌笑容 递给了我一个小信封 为了不打扰其他同学 嘴上轻声的为我加油打气 这是第一次收到来自你的小信封 围巾和毛手套都比不上的温暖 内心马上暖呼呼了起来 迫不及待的开启小信封 小心翼翼的拆开信封上的贴纸 里面装着一张小卡片 卡片里有着精心挑选的可爱绘画 让人感受到对话口吻般的家常闲话 红色的爱心和招牌的笑脸涂鸦 让人很容易惦记 百看不腻 之后的几天也陆陆续续的收到小信封 有着你的精神鼓励 准备考试的时光总不算难熬 书读累了就看看你写的文字 想象你的笑容 感觉很甜蜜 然而男孩子果然心思不够敏捷 一直到收到第四封以后才想着要回信 正因如此顿时有一种无形的压力排山倒海而来 到底要写些什么才好呢 我的文笔毕竟不够好 只能暂时先一样画葫芦 但郑重声明 内容上我可是绞尽脑汁 完全没有马骨 直到你说要和家人去旅行 给了我大好机会 这一次我可算是有备而来 费尽心思 精心准备的小卡片终于完成了 在每张小卡片里都藏着一个字 第一天选小卡片的第一个字 第二天就选小卡片的第二个字 以此类推 将七天的字合并起来 就出现一句我想对你说的话 感谢老天后来再也不需要和你分开那么久了 想看更多更新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祝福你有美好的一天 在 trou Brown 你的自爆谐 你看蒯 走 波 2018 cooper 接着 吃 这 关 衝 相 信 感谢观看